皇帝跟这个皇太后就说呀 说妈咪 这个我跟这个皇后啊 是抓地儿夫妻 我们两人感情太深了 皇后刚死 我就离别人为后 我是实在于心不仁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听书 今天呀 咱们就要细细的掰扯掰扯 这乾隆皇帝的第二任皇后 季后那拉氏的故事了 从上文书 您就能体会到 那拉氏皇后啊 从崩世前到崩世后 受到的待遇不高 有的待遇呀 甚至低于宫中主位的待遇 您比如说这皇后娘娘 身边该有的是侍女吧 这皇后娘娘啊 生前最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 身边只有两名侍女 这和什么人是一个等级啊 答应 那么按照大清国的常例 这皇后娘娘身边 应该有几位侍女呢 应该有十二位 再来呢 就是这皇后的丧仪了 尤其是皇后使用的棺材 沙木十三园 听着不错 哎那是说老百姓的 这要是鸽子过去 让土葬的时候啊 哪家的儿子 要是给自己家的老父亲 老母亲 准备下沙木十三园的棺材啊 那这老人呢 在村里算是直起腰来了 有的吹了 可您别忘了呀 这是在民间啊 要是在宫里啊 就这种档次的棺材啊 也指配是给 大应用 这乾隆皇帝下旨 季后纳拉式的丧仪啊 按照皇贵非办 实际上内务府这帮小子呀 为了拍乾隆皇帝的马屁 把这季后纳拉式的丧仪啊 是压了又压 剪了又剪 最后啊 这棺材就真的成了 沙木十三园了 说的这沙木十三园啊 我还得跟您透露一下 我昨天呀 请教了一位木镜朋友 这个朋友跟我说呀 过去宫里的 只能叫做13块沙木板 这每块板子呢 至多呀 也就是两寸厚 还真算不上是沙木十三园 也就是说呀 这季后纳拉式的棺材 还没有村里的老地主的棺材好呢 那么说季后纳拉式 就一直受着这种 不公正的待遇吗 哎当然不是 这季后纳拉式的开局啊 还是不错的 她的人生啊 百分之九十五的时间 还是过着呀 全国人民都尊敬 这丈夫也爱 婆婆也疼的生活 最初啊 这纳拉式皇后啊 是满洲湘兰奇人 后来呢 做了皇贵妃以后 自然被抬齐 这整个家族啊 就被抬到了满洲 整皇旗下 英政十一年的腊月 本来原定啊 在这个月份呢 要举行外八旗的选秀 后来这雍正皇帝下旨啊 于明年 挑选女子八旗内外 满猛三品以上 文武官员之女 如明年至十三岁者 一体入牌被选 咱们为什么 多交代这么一句啊 您记住了 自此以后 这外八旗选秀 在春天举行 就成了 这大清国的惯例了 也就是在雍正十二年的春天 这雍正皇帝啊 给自己的儿子 那位未来帝国的接班人 宝亲王弘历 选了一位侧福进 对喽 这位侧福进呢 就是这后来的 季后 纳拉氏 要说起来 这季后娘娘啊 出身不高不低 父亲纳尔布 和他的兄长纳里啊 都是齐务上的基层官员 什么呀 左领 并且呀 在雍正十二年的时候啊 这父亲纳尔布啊 他可能已然退休了 不过呢 这兄长纳里还在职 那么说来 这季后纳拉氏的开局怎么样呢 只能说是啊 不好不坏 哎 这好在哪 坏在哪呢 要说好 这纳拉氏啊 凭借自己的美貌端庄 再来呢 是满洲的正身嫡系 被皇帝指昏给皇子 成了宝亲王身边的侧附近 您想想啊 比咱们前边聊的呀 很多位娘娘 都是这个侍妾和宫女出身 那岂不是要强多了 那么略是在哪呢 虽然是侧妻呀 但是他到红利身边 实在是太晚了 这会儿红利身边呀 已然有了他那个初恋白月光 后来的孝贤皇后 就是那些傅航的姐姐 傅察氏啊 并且呀 不管是儿子女儿的呀 都给这王爷生过了 不光如此啊 这红利身边呀 还有侧附近高家氏 这红利呢 和高家氏的感情啊 那也是非常不错的 并且这府里其他的格格 也有为这宝亲王 生了孩子的 所以说呀 这纳拉氏进到王府之后啊 要说位分不低 可是啊 资历太浅 并且呀 从时间上讲啊 并没有给纳拉氏 在王府福晋这个身份上啊 让他多经营几年 和这个宝亲王啊 更好的培养培养感情 哎 转过点来呀 也就是雍正十三年 这雍正皇帝驾崩了 这和朔宝亲王红利 即皇帝为登基成了乾隆皇帝 这纳拉氏啊 虽然是侧附近 但是因为资历尚浅 所以说呀 在这个红利登基以后 并没有被侧封为贵妃 而是妃 被侧立为皇后的 一点悬念都没有 那自然是敌附近的复查氏了 这高家氏啊 被侧封为贵妃 但是啊 我喜欢纳拉氏这个封号 贤匪 这个贤字啊 若是给在一个女人身上啊 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安和的 田径的 文径的 全是好词 有这个封号啊 也确实能体现出 这纳拉氏在个人的修养 以及品貌德行上啊 确实比其他人是略高一筹的 从一点呀 就可以看出 这纳拉氏啊 凭借自己的实力 让这大清朝的皇家呀 以及皇帝本人对自己啊 还是认可的 就在乾隆十年的正月二十三日 那一年啊 这纳拉氏已经二十七岁了 不过这纳拉氏到这年为止啊 还没有孩子呢 要说这位娘娘啊 是一无子嗣 二无家庭势力背景 所以说呀 这皇上能给个贤妃的位号 就已然不容易了 可是没想到就在这一天 这纳拉氏啊 进封了 就在同年的十一月十七日 这紫禁城当中 为这纳拉氏贤妃呀 举行了盛大的策封典礼 把这贤妃呀 进封成为了贵妃 按照大清朝的组织 这宫里呀 可以并立两位贵妃 那其中一位自然就是 这贤贵妃 纳拉氏了 这另外一位贵妃呢 也不是刚才咱们说的 那位贵妃高家氏 因为这高家氏啊 就在这年 乾隆十年 年初的时候轰事了 那这位贵妃娘娘是谁呢 这就是纳拉氏啊 在做皇后以前 比较有力的竞争对手 这个纯贵妃苏氏 要说这纳拉氏啊 是靠德行 得来的这贵妃位号啊 那这苏氏不一样 苏氏啊 完全是靠着自己能生会养 要说这纳拉氏 人生最大的转折点呀 那还是1748年 那年是啊 乾隆十三年 三月十一的时候 这皇后复查氏 并逝德州 中宫皇后的位子 一下子就空缺了出来 就在这乾隆十三年 七月的时候 这会儿啊 皇后的大丧啊 已经结束了 乾隆皇帝就下了一道诏书 自奉皇太后遗旨 皇后母仪天下 由天地之相成 日月之祭诏 皇帝春秋鼎盛 内智虚人 贤贵妃那拉氏 系皇考向日所赐 侧氏妃仁义端庄会下 应效法圣祖成规 即贤贵妃那拉氏 既体昆宁 要说呀 这句话 他有点意思 这是乾隆皇帝 自己说的 但是呢 他却又以皇太后的名义 下的这道旨意 他说呀 这皇太后 是这个意思 这皇后再好呢 他已然宾天了 但是这大清国的皇上啊 他不能没有皇后 并且呢 这后宫当中啊 也需要有一名主侍的人 这贤贵妃那拉氏啊 那可是先皇帝 雍正爷 给乾隆爷 指昏的侧附近 各方面的条件 人品 德行啊 那是没得说啊 我看说是列皇后啊 这贤妃那拉氏 就没问题 集体昆宁嘛 就是让他呀 坐着昆宁宫之主 这昆宁宫啊 当然是皇后住的地方了 虽然自康熙以后啊 这皇后再也没住过那儿 但是啊 这昆宁二字他象征着皇后 在债道旨意如下的内容当中啊 看出来这皇帝还挺为难 这皇帝跟这个皇太后就说呀 说妈咪 这个我跟这个皇后啊 是抓地儿夫妻 我们两人感情太深了 皇后刚死 我就离别人为后 我是实在于心不仁 您的提议啊 儿子认为啊 是非常合适的 我也认为啊 这贤贵妃是继任皇后的不二人选 您看这样 咱们先给这贤贵妃啊 晋升为皇贵妃 让她总涉入宫室 也就是说呀 让她把这后宫这摊子事啊 先管起来 咱们大清朝啊 给这皇后治丧期啊 是二十七个月 等二十七个月以后 咱们呀 再把这皇贵妃啊 策立为皇后 看似啊 这皇帝和太后啊 是一问一答 实际上就是乾隆自个儿 自说自话 这完全就是他自己的意思 于是啊 这乾隆皇帝又搬下了一道诏书 国朝顺治十三年 策立皇贵妃 皇僧祖 士祖张皇帝 升殿命使 历日搬召天下 典治崇众 今应效仿乾隆 命贤贵妃那拉氏 为皇贵妃设六宫室 予以整肃苦仪 这皇上当然是既能装 又能甩锅的了 他的意思是说呀 我这么办呢 是有先例的 你瞧啊 顺治朝 士祖张皇帝 就命这个皇贵妃 总理六宫室 今天我呢 也效仿组织 咱们就这么办 现在该干嘛了 这贤贵妃啊 该禁封为皇贵妃了 这皇上干的第一件事啊 是不能先骗了 这皇贵妃的家人 抬急 这正宫我呀 要抬你们一家子的急 于是乎啊 就把这个纳拉士 他们这一只子一族啊 从那个下午旗当中的香兰旗 抬到了整皇旗 通常这种台籍啊 就抬一家一族 这皇上要是再给点脸呢 那无非呀 就是抬一族领 可是这回不一样 这皇上啊 给了纳拉士这一家呀 天大的脸 台籍整整 抬了他们一只牛鹿 这事您要是不好懂啊 咱们换个说法 大概其呀 就是把这皇贵妃纳拉士 他们这一个香的人 都从下午旗 抬到了上三旗 您瞧哎 这是不是天大的脸 再有就是啊 在册封皇贵妃的礼仪上 这乾隆皇帝还格外的 为这纳拉士啊 破了力 这乾隆皇帝降旨 寻疑 光查皇贵妃册封大典 王妃命赴行礼 已成定例 为贵妃行礼之处 外庭无案可击 但皇贵妃 设六宫式 二十七月后 即正位中共 即同理内政体制 自一尊崇 贵妃一应一体行礼 您瞧哎 这多不讲理啊 按说呀 这皇贵妃 他不是皇后 这宫里的贵妃 以及妃们啊 是不给这皇贵妃行礼的 可是啊 这乾隆皇帝不乐意了 他说呀 这二十七个月以后 这皇贵妃呀 他就是中共娘娘了 所以呀 你们都得行礼 于是破格 在这纳拉士 册封皇贵妃的大典上啊 除了扶尽命妇 让这个贵妃 非贫等主位的这些娘娘们啊 通通给这贤皇贵妃行礼 不但如此 这乾隆皇帝呀 还有偏有相 在同一天里啊 这紫禁城还有一档子喜事 什么喜事啊 那就是这个 家妃金氏啊 被禁封为了贵妃 这金氏啊 也是乾隆朝啊 一个生育大户 这家妃金氏啊 已经生了三个皇子了 也是因为生育有功啊 才被禁封为了贵妃 有人就说了 是不是啊 这个让这个公主 扶尽命妇啊 这一同进宫 给家贵妃呀 也来行礼 这皇上却说呀 不用了 这个由妃进封者 礼仪 搅当略捡 以及认为 皇贵妃 以及家妃 同日受封 假若公主 王妃命妇 对两者所行之礼呀 略无分别 这与礼制呢 不合时宜 皇上说 要是这一天呀 公主扶尽命妇们 进到宫中 给这皇贵妃 以及贵妃 同时行礼 行的礼呀 也没什么区别 这样呢 这皇贵妃和贵妃呀 显不出尊卑来 是极不合时宜的 您瞧呗 这还没当皇后呢 这那拉氏啊 算是转足了脸 不过即便是这样啊 这那拉氏的人生巅峰 还没有到来 到了下文书啊 咱们要好好聊聊 这那拉氏人生当中的 最巅峰时期 以及一下子 怎么就转折了 撂到了冰上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希望您关注 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得嘞 咱们呀 明日见 明日见